中国抗疫斗争 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白皮书指出 中国采取一切措施 不计一切代价 全力救治患者 拯救生命 建立统一高效的指挥体系 防控和救治 两个战场协同作战 不遗漏一个感染者 不放弃每一位患者 实现应收尽收 应治尽治 应检尽检 应格尽格 对重症患者 调及最优秀的医生 最先进的设备 最积蓄的资源进行救治 最大限度的提高 收治率 治愈率 即使2020年5月31日 中国境内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 累计治愈力 94.3% 中国抗疫斗争 充分彰显了中国自立能力和综合国力 白皮书指出 疫情发生后 全国上下紧急行动 全力支援湖北省和武汉市 抗击疫情 军地 共调集 346支国家医疗队 4.26万名医务人员 和960多名公共卫生人员 池源湖北 为加强医疗物资的生产供应 医疗企业开足马力 扩大产能 其他行业企业迅速转产 全力加强 对湖北省武汉市 物质供应和保障 从关闭离汉离厄通道 到解除管控措施 全国向湖北地区用送的 防疫物资 生产物资 生活物资 数百万吨